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3月7日一致批准一项立法 给中国公司字节跳动6个月的时间剥离短视频应用TikTok 否则苹果、谷歌及其他公司运营的应用商店将不能合法提供TikTok的应用程序 或向字节跳动控制的应用程序提供网络托管服务 50比0的投票结果代表了美国打击TikTok的最重大势头 议员们希望迅速采取行动 并表示众议院全院可能在未来几周内审议该法案 议员助理们表示 TikTok用户当天纷纷向国会山打电话 敦促议员不要支持这项措施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以拉斯维加斯机场为试点 推行旅客自助安检通道 旅客无需与安检人员互动或被搜身 也可大幅节省安检时间 计划若顺利的话将扩大至全美其他城市 据悉 新通道指向以付费参与机场预先安检计划的民众开放 整个系统及扫描 收集 消毒等功能于一身 旅客让登机行李与个人物品接受检查时 无需再使用以往的灰色塑料箱 收纳后检物品的箱子会自动回收 而且每次使用后会自行接受紫外线消毒 旅客放下行李后 自己需走进透明玻璃包围的人体扫描亭 按照屏幕指示维持正确站姿后 仪器会以毫米波技术检测全身 TSA发言人卡特兰斯顿表示 若该系统推广到全国 几乎所有参加机场预先安检计划的旅客 都能在10分钟以下完成安检 时间远少于一般的30分钟 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 印度从驻扎在印度西部边境地区的部队中 抽调1万名士兵 至东部印度与中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 驻守印度北部北阿坎德邦和喜马歇尔邦 与中国之间长达532公里的边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3月8日对比表示 印方举动不利于边境和平与安宁 也不符合双方共同缓和边境紧张局势的共识 据悉印度与中国之间有着长达3800公里的边界 地貌复杂争议很多 2020年 两国军队在东拉达克地区的迦勒万河谷发生严重冲突 造成印军至少20人丧生和4名中国军人死亡 之后两国军队加强了各自边界驻军的力量和装备 并巩固了各自的防御阵地 此外两国军方举行过多次谈判 同意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保持对话 最近还就解决西段边界问题举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 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周四在新德里举办的一个防务峰会上发出警告 如果印度遭到攻击 印度军队将会做出适当回应 虽然他没有直指中国 但有评论认为有影射之嫌 首支在俄罗斯出生的中国大熊猫宝宝卡丘莎与游客见面 自出生起 卡丘莎就一直和妈妈丁丁生活在动物园的飞展览区 今天是他第一次公开亮相 卡丘莎的妈妈和爸爸中国大熊猫丁丁和如意2019年4月抵达莫斯科 开启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 去年8月24日 卡丘莎出生 这是在俄罗斯出生的首支大熊猫幼崽 去年12月 莫斯科市开启为熊猫宝宝选明的网络投票活动 今年1月3日 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宣布熊猫宝宝被命名卡丘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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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Prepare 我